积月奔放 大气磅礴 是玉剧长派本色 历经坎坷 顽强拼搏 是长派艺术创始人 长相玉的人生底色 我要唱后 我要唱家 他是位人民演戏的人民艺术家 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2023年 是玉剧表演艺术家 长相玉先生诞辰百年 觉儿来了 邀请长派弟子和黎元基同仁 欢聚乐堂 讲述长相玉的人生经历 分享他的传奇故事 这条腿什么时候踢肿了 什么时候停 昌老师宁死不渠 我就不唱 他说 有本事找到姑娘来这儿的 点亮他闪光的足迹 更多精彩 近在本期 绝儿来了 还原名家本真 品读粉墨人生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柔媒体互动戏剧节目 绝儿来了 我是董地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 讲述一位人民艺术家 他九岁开始学习 十三岁便郁满开封 后来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 开宗立派 除了艺术上的成就之外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壮举 比如为给朝鲜战场捐献战斗机 他带领香玉巨社一眼 足迹遍及了大半个中国 一场新乡 玉满梨园 他就是人民艺术家 常香玉 在常香玉先生诞辰百年之际 久而来了 邀请十余位讲述者 分享玉具表演艺术家 常香玉 为人民而演 为国家而唱的生命历程 重走一回闪光的足迹 有请第一组讲述者出场 总益 您好 一举名家小香玉老师 相当名家范君老师 来快快入座 两位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 那要说到各自和常香玉先生的 一些往事 一些回忆 我不知道从谁开始 我先说 小香玉老师 我奶奶经常说一句话 戏曲吃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九十年代初 我演了电视剧《常香玉》 有时候在剧组里拍 有时候回家 他会给你补充好多 他小时候的故事 比如说说这个吃苦 练功 一般人踢腿 比如说几百腿 一千腿 但是实际上老太太当时踢腿要求的是 这条腿什么时候踢肿了 什么时候停 踢肿了 踢肿了 踢肿了以后 晚上我太奶会给她就弄那种 那个热水 爱热水给她泡 好了 明天再踢 所以她根本不存在说 这个腿踢到哪儿不到位 或者在哪儿控制不住不存在 通过练这个腿 她能练出一个 她自己特别理解的那个精神在里面 常老师的父亲张茂唐先生 是享誉在中原大地 玉西调的一个明老艺人 所以说他是个名角 他对《常香玉》大师 要求就特别高 常老师也经常说 他说我爸爸老说那句话 喜事哭冲不搭不秤啊 喜事哭冲 喜事哭冲是 特别苦的那个虫 对 你得把这个苦吃尽了 白脸趁钢 有一次他常老师将 他的父亲让他脸公 秃子 八九岁 所以说常老师的土字 他为什么叫自自入耳 说观众做到最后一派 观众做到三历地 五历地以外 那字也有 要说到儿时的常香玉先生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段 他当年在童年的时候 经历的故事好吗 好 请看 一 Chic 现在你住在这个情况下 你这四历地把空音咬 再背一遍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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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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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喜欢这个 好好训 一定能唱哄啊 那唱哄能杂撞 唱哄了 他也是下九六 这不是贾力穷 好好尝戏 能整倩央夹呀 整倩 整倩也不能丢人百姓 你所为章备 咋能这样说呀 不想让我这么说 就别做着丢人百姓 如莫祖宗的狗党 好 我走 我给苗令该姓 不再如莫散 掌甲祖宗 忠不忠 你 苗令 走 爹 咱去哪儿呀 吓嗨 长戏 长毛汤 你有忠 你滚 永渊 别再回来 别再说是安长家门里的人 好 不说 爹 他们不让我吵气 我偏唱 我要唱哄 我要唱哄 我要唱香 滚 好孩子 好 刚才呀 我们一起看了一段 可以说是 尘封已久的往事了 我不知道看了以后 两位有什么感受啊 奶奶其实本姓张 嗯 后来被家族刚才看见那一截 撵出去以后呢 太老爷就领着我奶奶呀 到了一个姓常 做饭的一个大师傅家 然后到那以后 那个常老先生呢 就非常支持我奶奶 后来说不让姓张了 还要唱怎么办 他说呢 就姓我的姓吧 我奶奶拜到了姓常老师的这个门下 所以那我们要是姓常了 我们叫个啥呢 说这地方最有本事 本事最大的 是项羽 所以咱就叫常相遇 随着这个音儿叫 就取那个谐音 哦 快不得好多人在想 那父亲姓张 为什么常先生姓常 听了您的介绍 马上恍然大悟了 嗯 不知道范娟老师有什么感受 哎呀 我感触很深啊 你看那么艰苦的年代 这个 他不是说现在的孩子 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现在孩子可以考一考啊 大家都很支持啊 你看那么多迫于社会的压力 而且吸取艺人在旧社会 是被人看不起的 而且家族还不让唱气 不让入老坟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下 常相遇大事 你看他从小就有 中原黄河的性格 我说他是一个倔强的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 他是一个 我就要唱想要唱红 也是励志的 这么一个永远一块 长相的欲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也许不用挨那么多打 对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也许吃苦这两个字 没有那么重要 他以前不是唱文系出身的 他是以唱舞系出身的 奶奶为啥身上的功夫了得呢 是当时他这种基本功 吃苦的这种精神 让他在舞系和表演 这方面发展得特别好 但是当时他生了一场病 去掉了两根肋骨 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再唱舞系了 所以他就开始转入了文系 所以练舞的时候 吃尽了练舞的苦 练文系的时候 又吃尽了文系的苦 这所有的苦吃下来 就是一种厚重和扎实 不吃苦中苦 难为人上人 那正是因为当年 常湘玉先生的 他的首先是天赋 第二个就是他的努力 才使得我们在舞台上 看到常大师 一个又一个的代表作 如果提到常湘玉先生代表作 就不能不提他的红白花 那要说到当年的考红 我不知道两位 有什么样子感受呢 他真正的成名作 立足的第一个作品 还是考红 其实我奶奶 她这个学习的精神 真的是可嘉 当时她跟我讲 她以下来戏 现不现妆 把那点抹黑 我说那为啥呀 然后冲到别的剧场里 去看别的流派演出 当时开封 陈素贞相当有名了 长城催马淫 对呀 她到那个陈素贞的 那个老师的戏棚子的边上 去看呢 看人家的表演学习 学习完回来 那她这样经常去看 这些看那些 后来就会被人发现 说那个人 是不是别的戏班的 来学呢 这个要是让抓着 会挨打的 我在那个时候不允许 因为过去 欲东调 欲西调 降服调 沙盒调 这几个不相互 老死不相往来 各自不能学习 就是你欲东的 不能看我欲西的 欲西的不能接入欲东的 你要偷学我的 那抓着一定要打死 还叫叛徒呢 对 那个时候 这个欲东欲西 是按着地狱划分的吗 对对对对 一个是地狱划分 另外她这个腔调 和她那个音域不一样的 是 欲东调那个 马新凤老师那个 你看在这儿 全部在这儿 它脆 对 如同类真 你看它在这儿 你像那个欲西调就是 你看它在这儿呢 它走下午一年 对 哀碗低沉 对 降服调又活泼欢快 你看像 对 对 对 是 就是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而且它那个唱腔也特别地华丽 对 对 是吧 那个声音特别好听 对 所以以前奶奶的这个是 以羽细调为主的 过去最早的红娘 烤红 她就羽细调啊 她往下走 唱着说 过去那个羽细调唱红娘啊 她思习沉沉的 她不祸破 不欢快 她过去一个唱是 在修楼 我封了小姐 烟灭 到手远 却探那先生的冰青 你看她往下走 对 但是改革以后的 改革以后就不一样了 改革以后给你唱唱啊 你唱这 在修楼我风凉 我那小姐 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你听声音 你就知道是红娘 是吧 回海里 装饰 此业 差异 你看 她所有东西都在 她全部都去分开 你光听声音 能听出她的行当 这就是奶奶 常派艺术的 最伟大的地方 为戏曲最伟大的贡献 首先是没有流派之分 然后是没有行当之分 这太不得了了 你看奶奶的每一个戏 红娘 大花旦 段桥 大青衣 花木兰 反串小生 然后武士寝英老旦 穆龟英 倒马旦 可以说把那个 这个这个戏曲里的 各个行 声诞 敬仇 全部演了一遍 而且每一遍 每一个人物 都立得非常成功 那刚才呢 也听两位讲了 说她不仅是 博彩仲长 学流派 学剧种 学行当 能不能在这儿 要来一句 我们也区分一下 五大流派的特点 常老师的字 字字入耳 刘大哥 江花 李太平 你看 常派 常派 陈派 陈派 陈派呢 她的就像陈年的酒 陈苏珍先生的 陈苏珍先生的 陈苏珍先生 修 大 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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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寻味啊 齊一派 崔兰田 接过来这杯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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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太河了 他那個小螺音小蒜子 來 謝謝楊先生的 顏麗品老師的《言派》 《言派》那個疙瘩音 老爹爹 我懂懂 你三七七分 聽 嗨 嗨 嗨 好好好 那個小疙瘩音 特別響 那個小疙瘩音 來 最後壓軸是 馬金鳳大師的馬派 馬老師他脆啊 他帥蛋嘛 為啥散後 拿個冰凌針 小弄才提下一個殺人的心 你看那手 你看那手 真的 馬老師那小動作 馬老師那手用得特別好 真的 你要是眼睛不夠 都看不過來 那小動作特別美 難怪當年這個常大師 要去看這麼多名家的演出 我想起他們 您弄不到的這些特點 這些小的細節 他一定能感受到 並且化成自己的藝術 在舞台上塑造這樣的一個人物 剛才聽了兩位老師的介紹之後 讓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到了 當年的考虹 可以說是在開封一帶成名 也可以說它把 玉東調和玉西調融為一體 那這也成為了常派藝術的一個 獨具藝術魅力的一種鮮明的風格了 那說到考虹這齣戲呢 我們這兒還有一段當年的珍貴的視頻 咱們一起看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請看 而且這是哪年的呀 應該是八十年代左右吧 因為湘瑞老師那個時候 年方二八 年方二八 對 年方二八 太可愛了 真是紅娘的年齡 十三уч天 彼此外步 有長野 好的 真是晁inki 不能做得太多 是啊 馬過期 carved 很多人 對 它很容易 真是見nap 很快 的 否則 你看 还雷个板带 你看那是多瘦 这都有谁呀 这么多人 除了这家里 叔叔 然后我爸 爷爷 这个大一点了 这个大一点了 太珍贵了 真是 那小时候奶奶给你排练 教你 就一看这个莉莉在目 因为奶奶成名是烤红 所以我就立志第一个戏 必须烤红 结果我还也红杨成名 然后我演烤红的时候 当时市里的大领导 和奶奶一起去看我的烤红 然后我那职工之令的 台上演完特别骄傲 心想看 我演都好 我奶奶上台也没夸 烤红不是有个打人那个板吗 我知道那个 就拿那个板过来 来来来 我跟你说 烤红烤红主要是要 把红杖搭了很人事 你咱弄了 跟闹羊一样 来 啪一般 真疼 这个对了 找到感觉了 太不够狠 咱啪一般 特疼了 疼死了 这以后再记住 人家烤红 它虽然是烟细了 但你是真疼 我还有一个事 特别特别地感动 奶奶从唱《红娘》成名 一直一辈子都是唱红娘的 为了做一个公益活动 奶奶六七十岁了 红娘让给我演 她演老夫人 哎呦 这些人好累 我爷爷在家 重新给她编的词 一遍一遍练 就那个为了配好这个老夫人 练多少个月 你可能不信 但是她就是这样 刚才湘玉老师介绍的是 因为她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生长在常湘玉先生身边 范君老师是什么时候 开始跟先生结缘的呢 又怎么后来成了 她的关门弟子了 我是她唯独的男弟子 这是一段戏缘 对 而且还是唯一的 我从小对常老师 都特别地崇拜 我就爱学她 有一天跟常老师的女儿 儿子聚会 都说学 学我妈学挺像 反正你学一段 那天有乐队 我就学了一段 哭啼啼把官人急忙掺起 来唱两句呗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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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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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on 唱 唱 那天有乐队 把官人急忙掺起 把渕气把渕气把渕气的学情 同时啊 啊啊啊啊 喜听来 员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六句 哎哟太高了 是个像啊 我们眼泪都快下来了 就是我学的时候 这打电话 常老师一听 他说这不是仿了过来 颅音吗 哦真的 你在听这谁唱的 他说这个声音好想我 这是我哪个年代唱的 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了 这谁唱的 他说这是相声演员 范君唱的 老太太 这孩子进步很快 我想见见他 之前没见过 之前没有 后来我就到常老师家了 那天去到家里边 穿着大红的上衣 银丝的头发 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 都说你修了想 你修了我听听 我就一学得特别开心 我的拜师是一个 特别的一个拜师会 是长相遇大师 为下岗职工一眼 常老师说 他说今天我要收一个 难娃娃作为的徒弟 他说这个孩子 是我们核武剧院的 响声演员反君同志 这个孩子不仅修唱响语 修得响 修我们语剧的 各大六派修得都很响 这个孩子要认认真 真的演习 老老实实的做任 一定能成为 得以双心 任命喜爱的好演员 反君来了没有 反君 好心切呀 唐老师给我的感受啊 永远都是直挺挺的 我觉得超老师 他坐凳子都没有 那么地怂散过自己 永远都是直挺挺的 规规矩矩的 对谁都是热情似火的 永远都是心怀感恩的 每次到家里边学习的时候 有一天三夫盛下 老太太把风紧扣都系着 衣服 袜子等 提前二十分钟 坐得规规矩矩的 我为什么老能 想起长相聚的这个背影啊 他永远都是直挺挺的 在那儿蹬住你 呀 我老师 我来那家学习来 我是你的孩子 你传来随便点 传个坑不好吗 这么人来甜 老师说 这人来意识啊 要往上听众 不能往下处虑 这不仅是对戏来尊重孩子 你是来学习来 我是你的老师 也是对你的尊重 真的感觉到 好像现在并没有走开 没有离开我们 就在我们身边 永远陪着我们 所以这就是 当之无愧的人民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也请到 两位老师 在久而来的舞台上 一起点亮 长相遇先生 闪光的足迹 拱线 开封 并畅想一句 烤红 从拱线到开封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淼玲 改名长相遇下海唱戏 在复兴的冰册下 他刻苦用功 十三岁就明满开封 这里也是他艺术生命的起点 他融合玉西调 玉东调 改编六部西乡 长眼长心 逐渐形成今天我们十分熟悉的 长派经典剧目 烤红 始终均不长 今夜 生命 causing 小年 every no cel 厔大的 耻尊 些கள 整 configured 孤独 围困死怨 老夫人也慌忙中 发出狂烟 谁能够退罪兵出去灾难 你情愿把小姐许配 饮愿啊 哟哟老夫人 那是街掌军位 听神出现 饭酒饼 扛街在尾 才得安全 谁晓得老夫人 你领有打算 认问乎 赖魂鱼 你会灭潜 夫人一万不该 既赖魂事 可以不当他足 既然是须魂鱼 夫人不愿 夫人不愿 你不敢 教堂魂用熊妹周旋 姑娘在鬼仲乡 长郎在书官盼 一个是青春 一个是少年 相思成疾病 两情如闲传 不断思念 你种下六根园 我问你 这些错 你可叫出来难哪 至今百年相遇 点亮闪光足迹 有请第二组讲述人出场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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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一些观众 对孙艺菊老师 并不是很熟悉 他可以说是有两种身份了 一种身份是 常相遇先生的大弟子 还有一种身份 就是现在众多位 常派学习者的老师了 是 原来 其实这是大时间 我没有讲过 讲过大时间 我一直看论都是孙老师 因为他特别称职 是一个好老师 谢谢 孙老师 您可以说是现在 众多位常派弟子当中 一个是见过恩师的 另外一个是陪伴 长相遇先生很长时间 可以说时间最长的 一位弟子了 在您眼中 老盘那唱不好了 他说我 您是多大的时候 跟老师学习的 我是不到二十岁 拜的诗 六二年拜的诗 第一个诗 教的是大剧 壮的劝剧 安老师教人是 口船新手 一字一句的拍了手 给您教了 婆娘 切西路啊 那个喷口 劲头 叫你都看得也清楚 哪有点不对 再唱一遍 这样教出来 后来安老师还跟我说 你要把这个 老师教的这些戏 第二个是花木兰全句 传承给下一代 我后来给这个 你想往西领 胡梅令 肖祥语 唱鲁语 还有这个 鲁语区 王辉 君子 我们跟拍戏 咱俩一块上 研究过艺术 这个 老师特别客气 研究一块研究 没有 对 都给他们拍戏 孙老师 给这个 王辉拍的是短俏 大剧庄 尤其是给胡梅令 拍的大剧庄 他得了梅花江 那我也是拍的手 以后再叫出来了 你看 这就是当年学了 常向余先生的教师的 教学的方法 是 然后又传下来了 酒言不衰 他现在呢 又跟他的徒弟 在拍大剧庄 也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吧 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2006年的冲湾 让我唱了《宰宿楼》 《红酿》 我就去找到孙老师 所以后来我觉得唱得不错 孙老师 唱得不错 孙老师板意吗 好唱家 好唱家 太亲切了 欢迎两位 那今天两位想分享 常向余先生的哪一段闪光的足迹呢 陕西 西安 对 西安 安老师在开封场混以后 后来罗角到西安 一场就是15年了 在西安台结识了他的终神版律陈显长 这个在西安台两个共同 创办了《祥宇局》 西安是个老师的 艺术生命的要烂 也是他举探的定位 可以说常向余先生 他到了西安之后 也跟很多人都说过 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 那很多人可能也想不到 一名一句的表演艺术家 应该按照我们常观的一些思维来想 他肯定是在河南成长起来的 可是他怎么又和陕西的感情这么深厚呢 我们也通过一个回忆 咱们看一看 常向余先生 当年在西安的一段经历好不好 好 好 请看 陈先生 您帮我看看这段公子校节 初节面式的表演吧 请 我管他 这段公子校节目的 人厨重 谁 想把小孙乐 不许多 你不会提到小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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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景 死母相对 二持一景 对 这才是阎人阎系 阎系 阎系那 陈先生 我再来一次 请 我管他 人出众 美目清晓 好 真好 谢谢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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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演员精彩的表演 以下特别有代入感 我不知道刚才看了这段情景的在线之后 两位老师有什么感受 想起了当年的什么回忆 这出戏 河南语剧院一段在2005年的时候 拍摄了院创现代语剧《畅响语》 那《畅响语剧》中就实验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畅响语》 像刚才这个《青京剧》就是当时了我们跟畅老师跟陈县长老师见面啊 他就说我管他 刚才不是江了吗 你咽喜要咽韧 咽韧咽那儿了 咽行 所以你身材对了 他死母一对 他害羞啊 他就对了 所以剧中都有这个情节 从他两个相见 相识到相爱 到结怨 特别特别美好了一段爱情故事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情景在线 就取材于当年您扮演过的常湘玉先生 在舞台上的舞台剧当中的一个小折子 是的 咱这个陈老师啊 太爱我们老师了 他们允喜结怨了 之后来 剧中都有啊 你说湘玉 你说你想能啥 你想能啥 我去给你剃灯 你想咬啥举杯 我去给你歇 哎呀 这两口子 那种相爱啊 允喜结怨那种爱啊 爱喜爱人 他两口啊 感情确实好 你看我跟他嫩多年 没有见他两个人生过气 就一次磨嘴吧 陈老师刚快就住了 他一走 他是怕安老师生气 安老师说 求快对年少年陈老师 散言他 不要让他生气 我说好 我出去了 我念陈老师 我说陈老师 你来干啥呢 我说陈老师说 叫我来看看你 怕你生气 我会生气 你快来去找我老师吧 不要让你老师生气 我听了老师给我说 你看你湘玉 长得又漂亮 喜又长得好 人品又能好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找真好的老婆 那心里面永远都是爱 真是 李金之老师 有幸在舞台上演绎了 长相遇先生 那作为饰演者 你肯定要先走进 长老师的内心 那你在舞台上塑造 是对您更好地了解 长相遇老师的一个过程吧 是 我没有想到 老师离开我们之后 鱼卷一团派演了 这出现代鱼举 长相遇 然后让我来实验 晴年和中年时期的 长相遇 我很感谢他们 对我的信任 太好了 谢谢 谢谢李金之老师的分享 可以说是站在了 巨人的肩膀上 让我们这些 后来的传承者们 受益良多 是 受益良多 我相信您在舞台上 去演绎这样一个 成功的人物的形象 也帮助自己的 艺术道路成长很多 是的 包括对人生的 一些感悟和经历 是 我们繁衍了老师 很多子老师 他太伟大了 他那个时候 他去遗言 可募绝了路上 太难了 太多心酸了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应该把老师的 西比特娜的 得一双心的这种情深 也传给我们的学生 来继承 带队相传 来法战 这是老师最欣慰的 一件事情了 是 那常阳玉先生 他平常的性格 是什么样的呢 他的性格 你看咋说呢 你比方说 金子粘着去 那个腾金子呢 旧社会 不给那个 鹅巴地独 那些 尝戏 尝戏 不尝汤会 不尝汤会 那底屁们 让他走到这儿尝 一 常老师 宁死不渠 我就不尝 不是佐纳 是佐治 一 九 过来过来 事犯事犯 让祥宇 休息 浩浩穴血血 平凡 看着 就是这个样子 虎爷 我这是祥宇举摄 不是华姐六下 最后 腾金 这在我们剧中 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所以这个 孙老师可能知道了 更具体啊 他说 有本事 找着姑娘来这儿搭 这墙不是对着她吗 就做人要有自己的 坚真不屈的信仰 对 信仰 那要说到这段经历 我们也有一段视频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拿茶杯茶 然后扔他们 把盆子钻他们 打 打成一塌糊涂 后来那个人拿出墙对着我 哎 我说你瞅 姑娘来这儿打 今天我打 再定十八年还是我 我就死了 那也不能安生 我手上当时带了一堆戒子 就在这个时候 把这一堆金子摊了 他说 祥宇 我给你拿来的这个韭菜 还有杯麻油 你喝了吧 你不是说 我给你念一词 你写员一听 你写小的派 那等你好了 我还给你帮你念一词 他说这几句话 我这思想就欢呼下来了 因为我心里头 已经对他爱不去 太珍贵了 气节 我宁可思 我也不那个样子 第三瑕疵了 坐到一个难人身上 给他尝洗 这也是演员的一个资念 是啊 资念 我跟老师性格可纲烈 他没有见他调过来 很料不起 你去遇到这些事情 他坚强得很 他刚才说到的他是谁 陈老师 陈县章先生 爱对他的感觉 就按陈老师走了以后 他的脖子里挂 陈老师想着 搞到雄线 终身难忘 刚才听了两位老师的 这一番介绍 你就会发现两个人 就是因为 莫名其妙的一种缘分 相知相恋 那接下来 咱们再接着 看一个片段 好 了解了解 他们之间的故事 好 这是昌祥玉 我就是 找我傻事啊 我要靠降雨局限 你守我不 你几岁了 我几岁了 哪不中 你要赖了 安静照顾你了 果粮念咱赖吧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演员的精彩的表演 刚才啊 这段情景还原当中啊 我们看到了 有一行小字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看到了没有 西安马场子13号 那这个地方 对于长相语来说 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吗 安老师是 在这个开封场哄以后 在西安一带 就是15年 那时候他跟陈老师 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就是说 两个人商量说 成立一个习小 正好在河南 一个是开封沦险的 遭了这个战火焚飞 再加上灾害 咱河南的人都老庆啊 母地方吃饭都 心儿胆欲 跑到西安就套黄了 安陈老师给老师 一定结婚了 一看这种情况 说那这就舍法 弄了个舍舱 并且在这个 马昌食藏好 称这个相语剧舍 为了是叫这小孩们 穿孩子有个豁免 能有碗饭吃 在这个洗脚来 老师把这个 水油的一些费用 他长期的钱 来劝不承担起来 为了咱们难民 咱们穿孩子 这就是安老师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相语剧舍的诞生地了 对 马昌食藏好 当时有位安老师 他出那个 舞台生活40年 李春参加了 我也在场 李春说 我给大家说一个笔迷 当时相语在西安吃饭 我是个穷学生 我也是跟那儿要饭 我吃过相语的吃饭了 大家闷腾整身的 都是受益者 他射轴碰不至于扔饿死 暖胃啊 是吧 因为他那个时候才十八九岁 这个年龄段 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 非常了不起 所以他的人品的魅力 是从小与生俱来的 从小就是怀着一颗爱心 善待周边的所有人 贡献自己的每一份力量了 是 那刚才我们看到这段情景还原 那是在西安市的马场的十三号 也就是在这里成立了相语巨社 先后招了有好几批的学员了 四十多名 四十多名学员 那这些孩子可以说 后来又跟着长相语先生 捐赠了飞机 他们也是参与者 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段情景还原 好 好 请看 陈老师 陈老师 我招案陈老师有记事 甜打的事也不幸 今天晚上有种药烟除 陈老师好不容易水浊了 咱俩他歇一会儿 你过会儿再来 好吧 来 来 这段情景讲的是什么呀 应该是老师在演出了之前啊 种无休 然后呢 陈老师就坐在大门口 是不要用人大教他 让他好好的休息 晚上好好的演出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节 这段思老师有感受 相亲相爱啊 您见证过吗 见证过 像安老师在北京演出 陈老师跟着 那是确定的包装修修 包装修修的本神 就是包装弯上的演出 他睡好觉 精力充沛 才能够把洗烟得更好 你这一大教 他睡不成了 有时候安老师还好 实面你知道吧 睡不好觉 越是这样 越是注意 所以他们非常注重 安老师的修计 这是也是为了 把洗烟好嘛 为观众负责 对 确实更是一种爱啊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的分享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 剧作家陈宪章先生 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非常 去崇拜缅怀的 常祥俞先生 他们两位 可以说是抗力情深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包括在舞台上的剧作 一直传到今天 那我知道 李金志老师 作为常派的弟子 也学了很多的代表作 是 常祥俞老师 和陈宪章老师 这两位老师应该说 在艺术这个创作上 应该是竹连笔鹤 一个来创作 扁举 一个来演 来唱 你想 常老师演出了这个 《红白环》 《红酿》 《白蛇传》 《华木烂》 还有这个《乌世青莹》 《大忌庄》 《大忌庄》 等等这些局目 夹于虎销 他们一共合作过 多少出戏 有没有统计过 最少三十多 最少三十多个局目 那他们之间 也不会因为 一些艺术上 比如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会发生一些争执吗 有吗 有 你比方说 那个例子吧 比如说他连个研究厂项 忘了时间了 半夜三更水起来 这个厂 就这厂 就那厂 就这 躲住半 就这厂 人家露地 那会儿 通 通 什么时候能赶啥来 忘了时间了 忘了时间了 有时候意见也不一样 他说就这厂 他说就那厂 陈老师 时间不会厂 但是他的垫子非常多 他给你说的都是 摇材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摇号的地方 你必须得这样厂 你才有那个镜头 否则你都摇唐了 举个大吉庄的意思 杨安老师敢拍大吉庄 这都陈老师敢叫来 就是在他抒发的时候 莫非你也想到 为其我也先平爱抚 被我扶梦了吗 晃他 晃了很了 这李阳贵下意识头 爬一滴 黄桂英无认为是 哦 你也认为我是先平爱抚 黄桂英 这个按一个动作就是 舍着啪扔着 哎呀 铃絞牛 你 你可是错怪案了 漫腾好 这都是陈老师出来的点子 鸟扎一般 这是说 你看这一晃一晃 打不了那个动作错了 没有这个啪 手指的医生 这个强烈的感觉 你也误会我了 你可是错怪我了 而且不是那么大的声音来唱 含蓄 你看这个含蓄 情绪就在里面了 非常好 所以陈老师对常先生 太了解了 所以就恰到好处 也可以说起到点睛之笔 那常湘玉先生 也曾经经常会对别人提起来 如果没有陈宪章先生 就没有今天的常湘玉 再次感谢孙老师 感谢李金枝老师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两位 在绝儿来的舞台上 点亮常湘玉闪光的足迹西安 并且为我们带来 常湘玉当中的经典的演唱好吗 谢谢 好 来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好 来 好 来 谢谢 谢谢 慰安心中 也要堂堂 荒人一窍 岂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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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台下 江湖女 岂寒冬 年数一年 不从头 不从头 岂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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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年月终兴荒药 家乡长辈那如马上 那如我一生 可不明信 可不明信的痛 才不透谁能为我 来福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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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湘玉这一生 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 遇到了陈县章 陈县章是他的知己 更是他事业上最有力的支持者 他们一个写戏 一个演戏 复唱复髓 陈县章一生 为长相遇创作改编了讨红 花木兰 白蛇传等三十多个剧目 这些常派经典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深入人心 久眼不衰 谢谢大家 母带 朱子 小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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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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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